专克高宫卡组的巴龙 遇见了专完低宫灌兽的城之内 打牌一触即发 菜鸡抢先出手 召唤小青龙攻击表示 简单结束回合 而巴龙运气在线 第一章就是铠甲头盔 然后发动魔法卡盔甲引力 召唤燃烧手臂 召唤喷射手腕 召唤穿越战靴 召唤自适应盔甲 然后巴龙骚气一指 铠甲就开始与之合体 巴龙铠甲成功附体 然后开始解释引力效果 可以特殊召唤 四星以下的盔甲怪兽 本以为城之内会吓尿 但菜鸡丝毫不慌 攻击维灵怕什么 难道你没听说过 攻击维灵肯定有特殊效果吗 头盔自带分析功能 目测城之内没有盖牌 击破小青龙概率为99 于是巴龙要用灵弓的手腕攻击 城之内感觉它是自取灭亡 自然要成全它 而手腕的特殊效果就是 可以破坏自己与对方全部怪兽 于是爱肉搏的小伙 与小青龙正面对上 成功摧毁小青龙 而伤害则由玩家承受 但巴龙有胸甲吸收伤害 自身毫发无损 而因为手腕的效果 他的全部盔甲也会全部消失 展示完盔甲牌组的力量后 连牌都不盖就结束回合 大好的反击机会 城之内却有点懵 原来巴龙从不采取防御 小伙是热血分子 说着说着就开始了回忆 巴龙当年是人间战神 天天就是打架 而这天有人上门找事 推倒了收养他的修女 巴龙想战斗 却被修女拦下 而就在这天晚上 自己与修女居住的教堂 却发生火灾 而巴龙下意识地就以为 是来找事的人放了火 于是人间战神重出江湖 虽然是报了仇 但自己也被关了起来 而战神的属性 让他注定不平凡 这天背头男找到了他 给了他重获自由的机会 并且将卡组交给了他 让他用打牌代替战斗 而且还用上了奥利哈岗 将岛上的人全部封印 然后传销头子就出现了 开始忽悠巴龙 于是头脑简单的小伙 很容易就上了贼船 而巴龙的这些经历 让城之内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原来他当年也是个战神 将战斗当饭吃 但自从迷上打牌之后 就像找到了有意义的事 所以打牌才是王道 赶紧继续打牌 好的好的 第二轮交锋开始